剛剛看到的是今天拜登的公開記者會 直接把中國俄羅斯定調 是美國最大的戰略敵人的 同時花街日報驚爆 過去幾回合的談判過程當中 俄羅斯的寡頭 這一個阿布 事實上他在英國主要財產 已經被英國政府扣押下來 他是一個談判的 其中一個主角跟靈魂人物 而他跟兩個烏克蘭的代表 竟然傳出來 遭受這一個嚴重的下毒 那一度甚至曾經失明的新聞 對我們先談這個美國總統拜登 他今天特別強調說 他先前講說普丁不可繼續掌權 這一期話 絕對不是失言也不是退說 那他強調說 他只是表達內心的憤怒 而且他的一個說話 談話的對象是在跟俄國的人民 不是對普丁跟俄國人民溝通 告訴他們 實際上應該要有什麼想法 但是其實言下之意 背後其實就是鼓勵俄國人民 應該要推翻普丁政權 那只是說他身在美國總統 這一個位置上 那只能用這樣的方式表達 那他也強調說 如果普丁還要繼續走他的路 那勢必成為世界的賤民 那其實確實罵得非常凶 那表示說當然美國政府 他在這一個實際援助烏克蘭上面 他也強調說 這個不願意引發 所謂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但是對普丁的憤怒 那從這個拜登說法可以異於言表 那今天最新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也傳出說先前 等於說跟烏克蘭兩位代表 一起出席俄烏談判 在3月3號 這一場在基輔進行的會談的過程中 等於說俄國本來的他的這個巨商 也就是這個英國的 有名知名的球隊 切爾西的球隊的老闆 這個阿波拉莫維奇 那疑似在這個3月3號會談之後 跟兩位這烏克蘭的代表 都傳出說 發生這一個眼睛紅腫 淚流不止 甚至手部跟眼部的皮膚 都有脫落的這個現象 那當然也被認為說 是不是有可能遭到 這個下毒 這樣的一個 俄羅斯過去特工慣用的手段 那後來雖然在這個 治療7天之後 目前是沒有事 不過這動作 當然也引發外界關注 就是說俄羅斯其實過去 利用特工 那對政敵也好 或這個親美的這一個人士 或者是他自己的一個間諜 下毒的這個潛力非常的多 所以為什麼會大家有這樣的懷疑 其實不是沒有原因 其實中間過去最著名的 其實我認為應該是這個2004年 當時競選烏克蘭總統的 這一個猶生科 他跟他的對手雅魯科維奇 其實那時候猶生科 這個案例非常的有名 我們看他其實當時號稱 是烏克蘭最美的男子 這是他原本的長相 但2004年選舉過程之後 那這個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樣子 其實後來有去檢查發現 他應該是戴奧心中毒 那其實他自己也知道 他被下毒 但是這個還是到目前是一個謎團 就是說他並沒有對外 這個說出到底是由誰 來做這個下毒的這個手段 那那時候這個猶生科後來是贏得選舉 那當然他也懷疑可能是雅魯科維奇 透過二股的特工 對他在這一個飲食過程中 對他下毒 那後來他整個臉上 變成這個坑坑巴巴的 這個非常多都是有這個中毒 大耀心中毒的這個跡象 那除了他之外 其實像這兩年 這個普林最頭痛的這個政敵 這個納瓦尼也是一樣 納瓦尼他過去來講 他不斷的這個痛批 普林政府貪腐 那在這一個一次搭機過程 要飛到這個莫斯科的過程中 在機上突然就暈眩 就這一個昏絕過去 後來這個被檢測出 他血液中有非常高濃度的 這個神經毒的含量 也就是說用這樣的一個 俄國的特工下毒的手段 其實非常的多 那其實這幾年 國際上還有知名的案例 有發生在2018年 一名這個俄國的 也是本來是屬於這個俄國的間諜 但後來應該跟英國之間有合作 也就一位雙面諜 那這一位叫斯克里帕爾 那他在英國有一次 帶著他女兒在路上 那在購物中心 這個等於走完之後 就躺在這個公園的這個長椅上面 後來就昏死過去 後來也被驗出說血液中 有所謂的神經毒 那還有更不要講 先前非常多的案例 包含像這一個 等於說俄國在對付 包含叛逃的這一個 等於俄羅斯的情報人員 那很多其實都投誠到英國 那其實都有類似 被下毒而死的這個潛力 所以這麼多的一個事件發生 也讓外界關注說 這一次在俄烏談判過程中 特別是俄羅斯特工 有沒有可能動用這種下毒的手段 那雖然沒有提升到生化武器 目前來看是這樣子 但是有沒有可能透過這種 所謂特工去暗殺 或者是等於對 烏國的重要的這個政治領袖 進行下毒的動作 其實我認為背後 當然有相關的計畫 譬如說把目標鎖定在 折倫斯基一定是有 所以先前為什麼傳出說 有25人的暗殺小組被逮捕 那其實這背後牽扯到 這過去來講 下毒一直是俄國的情報人員 重要的手段 那相信普丁自己本身也非常知道 這樣的一個手段 其實非常有用 所以他為什麼先前也傳出說 撤換了他附近的 這一個世衛人員 或者是這個連廚房 這個隨事人員上千名以上 都怕遭到毒害 有這樣的動作 那現在來講 像這一個俄羅斯的 等於說聯邦安全局FSB 其實過去來講 就有一支非常神秘的暗殺小組 那後來有所謂的Alpha 他基本上是譬如說 動用這種直接攻擊暗殺手段 另外還有一支叫信號奇小組 其實這個下毒 都是他們重要的一個手段之一 那這樣的一個事態的發展 也表示說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久攻不下的情況之下 非常有可能 透過其他非正規的斬首行動 來對付烏克蘭 那當然烏克蘭目前來講 戰況是越打越好 就是說基本上 反手圍攻的動作非常多 那這兩天 烏國公佈說 這個俄軍的陣亡人數 已經高達1.7萬人 那擊落戰機123架 甚至有一個畫面 傳出來說 連這個俄軍最先進的 蘇凱35S戰機 都被擊落 然後變成一團火球 墜落在地面上 那蘇凱35會被擊落 其實非常的罕見 先前應該也有一到兩架 已經被擊落 基本上蘇凱35算是 目前俄羅斯這個 除了蘇57 逆中戰機以外 最先進的主力戰機 基本上它是一個重型的 這個戰轟機 那上面可以配載 非常多的空對地的武器 那這個速度 可以高達2.5馬赫 這樣的一個空優戰機 基本上它飛行的高度 都會大概 這個大概五千到 這一萬尺的高度 不會很低 所以能夠被擊落 它應該也不是用 所謂的刺針這種進程的防空飛彈 可能是比較高空的S300P 這種飛彈才有可能把它擊落 但是以蘇35S的性能來講 會被擊落 其實外界確實也蠻意外 那這麼多的一個戰機 或者是坦克也被擊毀585量之多 所有的武器的重損越來越多 人員的折損 包含七名將領在內 那陣亡人數也越來越多 那這幾天整個戰況來講 我們簡單講一下 就是烏軍反攻的部分 在基輔西北面 有一個叫伊爾平的工業城市 其實這個地方 先前雙方交火非常的激烈 那那個地方 我們先前也看過 有這個衛星的徵兆圖 伊爾平那邊有非常多的一個河流 那這個二軍想要架 這種軍用的工兵輔橋 但是都被炸毀 所以他的坦克沒辦法推進 那這兩天連北面 有一個叫斯洛夫蒂奇的地方 這個二軍也測得 一個人都不見蹤影 還有包含像先前 已經拿下的這個馬卡利夫 還有像東面 有一個叫盧基亞尼卡夫的地方 也被烏軍所奪在 也就是說基輔的一個防禦 已經開始往外推 那甚至先前傳出說 對二軍三十五三十六集團軍 可以形成包操的一個態勢 所以這兩天在北面戰線來講 二軍越打越糟 那看起來 已經有陸續在撤離的這個跡象 那東面更不要講 哈爾科夫也奪下這個兩個小鎮 同時這個哈爾科夫的州長 也出來講說 二軍出現一個非常奇特的一個景象 就是他自己的攻擊直升機 居然朝他自己的陣地開火 這樣的一個狀況 一直頻傳 甚至有這一個 而二軍的這個坦克 士兵駕駛直接捏過 他二軍的指揮官的這個大腿 這樣的一個內部士氣低落 甚至有抗命 不從的狀況 一直出現 所以表示說 二軍在北面的戰線 確實打得非常糟 所以對應 他在3月25號 二國國防部對內宣布說 第一階段的軍事行動已經結束 要接下來轉向解放 這個頓巴斯地區 可以看得出來北面戰線 目前看起來有慢慢在撤離 可能要集中兵力到東部 那南面戰線來講 今天他馬利波羅市長坦承說 已經落線了 也就是說 這基本上來講 應該是普丁最低最低的一個戰果標準 就是說把烏東跟烏南連成一線之後 然後讓克里米亞半島可以獲得這相關的路上的資源跟補給 那可以拿烏東跟烏南這樣的一個唯一戰果 然後接下來上談判桌去談 那整個過程 為什麼對於這一個目前來講 對二軍確實相對不利 因為我們講到說 不只是軍方人員的戰損 非常的嚴重 連武器耗損也非常大 那這個美方的情資顯示說 至少目前來講 已經發射1100枚的精準飛彈 但是這些飛彈 包含匕首在內打了兩枚 都沒有扭轉整個戰局 那烏克蘭的飛彈越打越多 那這兩天也傳出說 烏克蘭跟德國採購的最新一批 這一型叫RGW90HHL 新的這個反裝甲飛彈也開始交貨 那總共買了五千一百枚 現在德國動作非常快 給了兩千五百枚 那這一型的反坦克飛彈 我們看到跟先前刺針 或者是這個NLO不太一樣 你看他的彈頭 為什麼是這個尖尖的監管 其實他的監管就是一個感壓隱性 基本上他是一個破甲彈 打出去之後碰到這一個 戰車的這個裝甲的時候 這個感壓隱性會讓裡面的一個 等於說產生一個高溫的金屬色流 然後把這個裝甲直接給穿透 所以這一型的這一個 他的破甲能力也有到五百毫米 這樣均值裝甲的能力 那看起來似乎都還比這一個標槍要短小 而且重量大概也只有二分之一 那這一型是烏克蘭自己買的 花了將近八億台幣買了五千具的相關的反坦克飛彈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 烏克蘭基本上不管是赤針防空的飛彈也好 或者是反裝甲飛彈越打越多 因為軍員也好 他自己的軍購也好 那得可以讓他地面的戰線持續有這個後勤彈藥的補給 但是俄羅斯看起來彈藥卻越打越少 整個態勢下來可以看得出來哦 普丁已經陷入一場所謂的這個持久仗或者是長期化的戰爭 對他其實我們從開戰一周就已經講到說消耗戰對他來講極為不利 那後勤補給跟不上的情況之下 人員武器相對一再折損 那現在看起來可能只有回頭鞏固他一開始的戰果 也就是烏冬 然後拿這個來進行談判 所以這一次第五輪的談判已經傳出說 俄國可能會同意不要把去軍事化跟去納粹化放在條件裡面 也表示說可能某個程度他已經面對到現在軍事上對他不利的一個困境 那透過政治談判保留一定的顏面 那當然還有包含像烏克蘭提出的 譬如說由盟國來保證他的安全 這些都有可能列入 所以這個談談打打可能是未來 這個接下來一個月 雙方的一個戰場上的一個進程的一個展現 好那明傑另外一方面 美國事實上重兵集結在西太平洋 特別是美日軍演之後緊接著而來 這幾天登場的是美飛三十年來最大軍演 對而今年的這個美飛的肩并肩的軍演 聯合軍演是這個算是三十年來 規模最大的這個美飛聯合軍演 那我們看得出來因為俄烏的戰局 讓這個美國也加重在整個印太地區的戰略部署 那不管是美日的軍演 現在連美飛的軍演都擴大規模 那這次美飛的這個聯合軍演 其實我認為從編力部署上面來講 我認為解放軍也應該知道 中國這個美軍 這一場聯合軍演的這個背後 劍指的目標確實就是中國 而且是特別在南海的島礁 因為這一次美軍出動了這個米格爾基斯號 這種所謂的遠征基地 這種這麼大型的這個船艦 到南海也是首度曝光 另外也同時還有包含像林肯號的航母打擊群 那林肯號航母上面 也搭載了F-35C的逆中戰機 其他還有多達四艘的 這一個伯克級的神盾艦 中間像杜威號上面 還配備有最新的這種所謂的雷射武器 那還有包含有一艘這個希克斯號 先前還在南海也非常罕見 試射了標準二型跟標準三型飛彈 在南海試射標準三型飛彈 我覺得有非常重要的一個戰術的意涵 就是說今天解放軍過去不斷的 透過像東風21D或東風26 這種號稱可以遠距打擊 美軍航母打擊群的這樣的一個飛彈來講 那這個等於說這一次美軍的伯克級 其實就是這一個林肯號的帶刀護衛 透過發射標準三型 基本上就是在模擬攔截 萬一遭到解放軍透過這種東風26 或東風21來打擊他航母的時候 那能夠盡量的減少他的一個傷害 這樣的一個動作 基本上來講 當然也是表示說 他已經在為南海的可能爆發衝突 在做相關的準備 那除此之外還有傳出說 今年的環太平洋軍演 RIMPEC 2022年 那現在已經有27國會參與 那今年會恢復往年的規模 因為2020年的時候 因為疫情整個都縮減的相關的演練 那今年會有高達41艘艦艇 170架的戰機參與 還有包含動員2.5萬的兵力 那臺灣當然會不會參與 也受到外界的矚目 因為的確也是重要指標 因為我們看到 因為俄物戰局的影響 美國我談到先前 他的主要的 首要的策略是避戰 那接下來如果避戰不成 當然也必須要備戰 所以環太軍演 美飛軍演 美日軍演 都是在為未來中國 如果誤判情勢 而這個武力犯台在做準備 那最後強調就是說 我們看到 避戰確實某個程度 還是要看美國 因為核武大戰 或者是核武威擇 還是中美之間一個戰略 一個重要的一個對峙 但是防衛上 還是要靠臺灣自己 好我們稍後回來 下一代 我們去看 我們來看